一位泰国的留学生朋友说 如果在泰国找不到工作 就去中国留学吧 因为来中国留学 不用交学费 学校出钱 住室也免费 每个月还给一千五百块钱的生活费 要是研究生和博士会给更多 听到这儿 蒙圈了 凭什么呀 中国人到外国留学 不仅要交出当地人几倍的学费 凭什么外国人来中国的待遇这么好 以武汉大学为例 留学生申请读书的资格 为身体健康 18岁以上 会说几句外国语 完了 对外国留学生来说 只是一份语言成绩证明 反正只要不是中国人就行 在中国申请各类奖学金 什么中国政府奖学金呢 什么省市政府奖学金呢 还有学校的奖学金呢 成都电子科技大学 一年给的补贴总奖金 中国政府补贴 博士九万两千八百元 硕士七万四千两百元 本科六万六千两百元 成都市政府补贴 博士三万 硕士 两万五本科两万 上海交大每年 给一个外国留学生 一个人一年的资助总额 最高竟然达到了 11.23万 如果按照资助年限乘以四 中国要在一个洋学生身上 花四十五万人民币 最让人不可思议的是 中国很多学校的 留学生奖学金制度 那些外国留学生 在学语言的预科期间 都有奖学金 也就是说 没考过SHK 没关系 不会说中文 也没关系 管你会不会 都能在中国 免学费 免住宿费 还发生活费的学习 预科 中国人听了 都哭了 在国外上学 低人一等 在国内上学 咋还低人一等呢 喜欢我就关注我吧